刚刚结束的全国羽毛球锦标赛 谢清芳都由于状态非常的低迷 输给了八一队的小将 并且在苏州我跟谢清芳在交谈当中呢 他就说他都放弃了丹麦这一战的超级联赛 由于状态不好 所以他只参加这一战的比赛 这也是谢清芳在奥运会第一次的国际大赛的亮相 谢清芳在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时候说 他由于目前的这种身体条件 至于能不能坚持打到伦敦奥运会 那么为期不要说太远的事情了 但是他主要近期的目标呢 还是要打好明年的全运会 那么广州的亚运会 相信我们也不会放过他 那么要打到伦敦奥运 为时还太早 他说这几战的比赛将会考虑退不退役 所谓这个退不退役 就是说退不退出国家队 并不是说他要退出羽毛球 所以谢清芳的身体条件 一直令我们比较担忧的是他的体能的问题 他自己也说他比不上张宁 因为张宁虽然年纪比较大 但是张宁呢 在以往三十岁以前一直没有什么伤病 一直到三十岁之后呢 才出现一些伤病 而谢清芳的腰呢 一直在 一直是困扰他的最头疼的问题 就是他的腰受伤 从身高两个人都差不多 在女单方面实在是少见的 两个人身高 所以谢清芳也非常希望 这次的女子单打里面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进一步的调整 那么的确 这一次的法国赛呢 谢清芳也精神做了几次的考验 首轮他就对中国香港的王晨 二比一战胜了王晨 然后又战胜了皮红燕 但是对皮红燕的这一仗呢 他打得比较轻松 二十一比十五 二十一比七 仅耗时三十分钟 就进入到四强 而拉斯姆森呢 是战胜了我们中国的小将王怡涵 分别是二十一比十八 二十一比十六 战胜了王怡涵 在上半区的比赛里面 现在旁边正在看了 卢兰是对着王林 我们看到谢清芳这几场球啊 应该是体力开始慢慢的恢复了 因为在奥运会以后呢 也是有些活动啊 有些各方面的原因吧 所以谢清芳在体力方面 也是有些退步 现在呢 从我的几战 开始慢慢恢复的话 我们也看了谢清芳 也就是各方面都已经进入点状态 因为他奥运会之后啊 这个调整期还是比较长的 所以他前面几战都没有参加 koska 所以他目前国际语连的排位呢 也下滑到第四了 但是中国香港的周密呢 是贫瀉着日本、澳门跟中国大师赛 还有丹麦赛 两个冠军、两个亚军 赢得高级分 从第三升为第一 但是这次周历又是退赛 因为萨满退赛 在厂上的速度来看 现役方还是比达四五升要快 现在女单的主教练应该是张宁 张宁因为这几个月都到香港去进修 所以还是由我们那个唐学华 对 所以还是全力通过的 谢清芳以前给人一种感觉呢 非常的慢热 但是其实呢 他的出手那些刹那呢 动作很快 往往令对手呢 挫手不及 所以有时候 从外表看 谢清芳好像是打球怎么这么慢 但是我采访过很多跟谢清芳打球的队员都说 别看他好像很慢 其实他下手那下 真是很难判断 他到底打哪里 他有这么高的个子 他一步就到位了 他不需要矮个子 要跑多一步 所以呢 他呢 就是说基本上都能拿主动去 你像中国香港的叶胚盐啊 叶胚盐啊 竹筋筋啊 对 这些都是比较 个子比较矮的 要这么打的就很吃力 但是现在是 拉斯姆森个子要比谢清芳还要高 其实拉斯姆森的球呢 出手也比较坏 他不是很 像中国那么规范的那些动作 所以在打他的时候呢 也是觉得他的出手坏的话呢 队员呢就是在启动方面 在叛乱方面呢 有点难度 但跑动方面是中国的运动员 在步伐方面是占点优势的 我也问过很多教练 对拉斯姆森打法的一些看法 他们说拉斯姆森这个打球呢 好像不是很按照我们正常的思维去打 他是能杀他也是杀 不能杀呢 他也经常会在后场强攻 王王得手 谢清芳开了个好投 刺激方在批杀方面也是比较有优势 特别是在批杀完后上网 强往那一下子 他会比较快和点比较高 所以在这一下子 他的球出的质量好的话呢 这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威胁 第一局很快啊 这么快就进入到技术暂停了 11比5 谢清芳整个输得还是比较快 特别是往前强点的高 所以他这个强点以后 戳往内下的戳着贴的时候 基本上给对方造成很大的满度 所以挑的破后 他人比较高 下来的特别是劈球 还是比较快的 那么其实 看了这半局 我们也感觉 谢清芳是奥运会回来以后 他的调整还是人家的调整得不错 但是在整个8月 打完奥运会9月份 很多活动 都没有进行正式的训练 包括这次在苏州 在比赛的过程中呢 看到他经常要到旁边那个健身馆 去加强体能的训练 因为其实体能对于谢清芳 一直是困扰他的问题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 当时他还是代表我们广东打 所以广东的教练呢 都叫他没有球打的时候呢 要到旁边那里去健身房 去练力量 因为一个运动员 他一般从恢复开始的话 都是要先把力量练起来 因为羽毛球动作 看上去好像不怎么用力 其实他在用力的时候 全身都在就是做跑动啊 好发力啊 容易造成受伤 所以一般我们都要求运动员 在就是有一段时间 调整过期的话 都要加强力量 然后在比赛中 你要去练免 保护性力量 所以有些业余打球的人都知道 一个月不打 半个月不打 马上就显得不一样 更不要说这些 世界顶尖级的运动员了 对 所以要是有力做基础的话 力量做基础的话 就不用受伤 所以在业余选手中 其实经常打 第一个星期能打三次球的 那些业余选手 也要在力量方面 去补充一些 那么还是那句话 欧洲型的选手呢 如果一开局给他打封掉的话 那么就很难打 但是现在 谢清芳能够有15比5 有这么大好的形势下 这种就是拉斯姆 现在那种 杀手间了 突然的一个 给你 出手不及 他找到机会 他就会下手 这些高阵的选手 这个进攻还是有优势的 好在肩内 直接看来 拉斯姆森在第一局里面 没法打 拉斯姆森在速度上比较快 而且拉掉比较稳 拉斯姆森的失误率比较大 也不让拉斯姆森有进攻的机会 拉斯姆森个子高 那种球轻轻一跳 他失识太多了 这些球要给他下来的话 也是造成很大的危险的 因为他的球真的是 出手很怪 给我们觉得就很不规范 但是他落点又很刁 对 他因为个子高 所以他在这个 下压球的时候 他的球很凶 他又还是想搏这个 好了 那么第一局呢 是现在打到现在17比6 那边呢 是王林对卢兰 胜者呢 将进入明天晚上 8点钟的决赛 我那边打成20平衡 卢兰跟王林啊 这不大笔分领先的话 一般是 是挺能不能追上来的 因为直接得分是 就是有的三四分都挺能追 好球 这个假动作做得非常好 再说了 卢兰方也是怕出这种假动作 因为他腿部也是力量怎么差点 所以在第二次启动的时候 他那个撑 就是跟扎出去 还是慢 对我们在羽毛球界经常会听见一种 挣扎这个语言 其实呢就是说 在突然启动的话 如果你爆发力不够 就是腿的压力不够 去突然爆发出那种力呢 那卢兰方就很难做到 所以呢又加上腰又不太好的吧 对他的腰伤已经是很久了 摩球比较普遍的腰伤 都很多是腰珠键盘突出 所以医生员一般都会扎着腰带来保护性 保护着腰珠 第一局现在看来是问题不大了 8比20 漂亮 你看协青方就是这一 这一个正手的一种 披纱啊 两边披纱都不错 两边的披纱 今天的质量很高 你看还是一次低调 21比8 这一局打得真快 这种比分来说也是很少有的 这么高层次的比分 那么也好 第一局呢 协青方是给拉斯姆森一个下马威 21比8这种大比分呢 看看拉斯姆森在第二季怎么弄 因为拉斯姆森战胜了中国的王毅函 是21比18 21比16 并且呢 拉斯姆森又是曾经 两次战胜过协青方 好了我们先去一组广告 广告之后呢 继续现场直播 谢青方对拉斯姆森的第二季的比赛释放 好 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 那么第一局呢 21比18 谢青方是 获得了大比分 取得了第一局开局的胜利 看看第二季的比赛 拉斯姆森 在交换场地之后呢 还能不能 搬回呢 这些就是 拉斯姆森的一个突然强规出台的 突然她不挖这个头顶的一个 来正手的一个调球 谢青方在奥运会之后 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大赛的赛场上 中国队女战的主教练 唐玄华 在这一次的 苏州的全国羽毛球工作会议上呢 羽毛球教练的班子 有很大的变动 由于张宁刚才也介绍过了 她要去 上海理工大学进修 所以呢 进修三个月 回来之后呢 才考虑她是当女单的主教练呢 还是当助教呢 目前呢 还是由老将唐玄华 继续担任 女单的主教练 看来 拉斯姆森在第二局 加快了速度啊 对 这边是头顶掉直线 这边已经掉两个了 谢清芳没那么顺利 值得亲客的 再介绍一次 那个陈奇球呢 是当了女双组的主教练 也是我们广东的骄傲 看到现在拉斯姆森的脚步 也跑顺了 所以举业 谢清芳打得比较快 所以现在第二局 他能够保持像第一局这样的速度 对 还有谢清芳还要以东为主 以我为主 不能太多的去防守 但是在苏州全国锦标赛的时候 我看谢清芳的打球呢 就是捏一把汗 每次打完球下来 我问他怎么样 他都说哇 没力没力 这说明体能啊 他还是没有恢复到最好 所以在丹麦的 虽然他报了名 中午还是推赛了 今天我发现在场上有点侧风 每次到了这个投领区域的时候 我们的球 给我们感觉都有一点像接外球 那么最后放的时候都是好球 好 远过了 放了以后了 我们如果是两次出现这样的判断失误呢 就要注意了 在苏州的时候 谢清芳一直跟我说 其实他也很想打好球 有时候呢 就是说自己的一些伤病 不争气 令到自己带来很大的困惑 所以他思想斗争呢 也是很厉害 到底要不要继续 他一直困扰着他 他就很希望 在参加这个法国超级联赛 之后呢 看看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如果他打得好 他的自信心就能够恢复 另外一个奥运会的时候 他输给了张宁 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就是由于伤病的原因 最后没能够坚持 在决赛局里面 十七瓶没咬下来 有一段时间 他说想的很多 但是威胁都过去了 我们现在希望阿芳呢 重新要振作起来 尽管在国际连的排位上 是下滑到第四位 但是并不等于代表 他目前的成绩 因为你少打几战的比赛 整个积分呢 就下滑了 你看这支拉斯姆森这种啊 对 他的球就动得比较小 很难判断 他的精力有点下降 还是觉得他还是在聘 反而是在一直在 就是说在顶 但是这拍数能多几拍 顶下来的话 他就可能会打顺 我也感觉是在顶 这个不是在控制对方 只能说在顶 在死扛 关键就是尽早的把这一个 最困难的时间能够顶过去 那么让拉斯姆森的不会这么顺 因为拉斯姆森这几球 打的是控制球 把阿芳呢 拉得有点太累 但是阿芳这个上网呢 完全都已经是很被动很被动 口部还是力量不够 因为这个球 不应该是跑上去的 应该是跨上去 以后才能回来 就没有那个灯榻那种动作 要是他跑上去 以后就回来 就吃力了 完全那个重心都很难往后移 看见那边也是在王林跟如兰正在打 这个时候呢 谢英芳呢 应该是加强点出手 使他那个球应该多点往下走 不要再老抛球 给那个拉斯姆森去进攻 第二个呢 就是要抢好他的往前 发挥他的优势 因为对待拉斯姆森 针上高个子的印度员呢 你太多的高球呢 老师还是给了皮红燕在那边 而皮红燕是输给了谢庆芳的 皮红燕是15比21 7比21 30分钟的时间就输给了谢庆芳 但是拉斯姆森是赞上了王一涵 进入到四墙 看这里输了还是有稳 第一局跟第二局双方也是拉的 比分拉的很大 现在拉斯姆森就抓到 你看打吊动了 谢一方几个那个习惯性球 谢一方一转正手的话 吊对角 拉斯姆森强得很快 然后谢一方头顶打高球 他也强得很快 所以说这个习惯球路有时候也是很自定的 对 太慢 那就是感觉过不了 那是女生的这个 扑塔 谢谢方现在目前主要是要反控制 好 哎呀 体力下降的动作也出现了变形 在头顶的批调里面呢 自己把球打到了界外 比分也是有点悬殊 比分一拉的开呢 那就很难打 对 这点是新一方的优势 好 这点是新一方的优势 说我说好像说的很轻巧 但是在单打里面呢 哎 抽届好 9比14 球运动员在场上的确是很辛苦 没有体能的保障 你的激战术无成团体 自己绝业也是85生自己失误 所以呢 现一方也是才那么轻松宁的 那现在的话 85生没失误了 那他就分就上来了 没什么一失误他又丢分了 基本上说 85生他这个胜输的话 跟他自己手上的稳定性 没有关系 他有力了 他有力了 你都在外面 1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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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5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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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把比分咬上去 老孫子心理上的压力会加大 信心也大胆可口 第一局 习近方胜了 好球 这对了 习近方要抢 哇 连续两个这样的头顶批掉 3the over 1611 是不是看中习近方现在 在反手上网的时候 已经那个吸关节已经不太零 说它连续的两次就打 习近方的反手的往前 3the over 2the 16 13,16 謝忻凡還是非常的拼 場上一直在頂好球 這地方的手腕小臂的發力還是不錯的 發力的時候比較小,比較集中 好球,這個是它最好的強網 按直線 好 好 好 哎呀 這比較可惜,要是它的過去 嗯,這球過去馬上就不一樣了 真有點可惜了這個球 一個輕打,這個球沒過 本來這個球拿了高點呢 加一點手腕力,劈一劈對角 可能效果會 往下點一點就好啊 對,它籃了一下,球沒籃過去 它不是點是籃,結果籃的這個球沒過 要打到決勝局呢,也的確是捏一把汗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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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沒過到 這個動作應該 嗯,就說要是有時間沒有做 放下來打,沒有關係 起碼往後多半步 對,先放下來,把球放下來 然後抽直線 對,再往後半步再抽直線 但是謝忻芳用了起跳 對,直接想籃球 他想快一點起跳籃 但是沒想到沒籃住 你看他是武士的能力擺在那地方 正手抽大對角都抽得非常好 哦,這個球屢屢奏效啊 高個子的兩個並步就到了後場 他想十幾比十四 這一手 Fifteen Ninteen 那邊是盧蘭對王林 看來現在拉斯姆森老是在頭頂的把劈殺劈掉都是對角的 有一個劍內 邊線劍外 這個已經是進入到局點 不夠厚 馬上要進入到決勝局了 看來在決勝局裡面阿芳怎麼能夠改變自己被動這個局面呢 首先在體能 好了 我們又去一組廣告 廣告之後馬上要進入到 決勝局的比賽開始了 謝忻芳第一局打得比較快 所以變成第二局他體力上有所下降 而拉斯姆森在第一局失誤比較多的情況下 第二局減少了失誤率 而且加強了進攻 所以現在打成一比一 現在打成一比賽 就是這情況在步伐上 是有點慢 剛才接這個調球的正守 步伐沒有到位 我們在場上看到拉斯姆森這場上移動還非常快很積極 我們在場上看到拉斯姆森這場上移動還非常快很積極 球感就稍微差一點 但因為他個子高 所以就可以彌補一下他的手上功夫 他有球的話他就往下壓 其實打法上還是比較簡單 但是很奏效 因為他本身人比較高 然後他的出手也是不太 就是那種出手比較怪 所以呢在就是跟我們中國的選手他又不一樣 因為他的怪呢 所以呢有時候造成隊員呢 對他的判斷也會就是比較難 增加點難度 連續的失誤造成比分 現在隨行方方最上3比3平 隨行方現在就是一個場上速度比較慢下來 第二個呢 嗯 要加強進攻不能老防守 因為呢老把球拋了後場以後呢 拉斯姆森的下壓球是比較凶的 所以對自己的防守是造成一些難度 他先進方的一個是調劈比較好 還有一個就是說 調劈以後跟進上網 墻網那一下質量比較好 所以就說自己的優勢要用 可能他考慮到在這一邊呢 控制後場底線比較容易 嗯 更說要交換場地啊 所以在開局必須要先拿一些分啊 對 不然等一下打到12要交換場地了 因為會受很多的影響 所以現在開始也因為是職業得分嘛 所以也有點有些教練也在提議 就是說運動員在挑邊 一開始挑邊的時候呢 最好能挑場地差點的 密封 然後呢 反正就是說你感覺場地差點的一邊 然後到了第三局的話 主要是考慮跟對手是不是要打三局哦 不是 不打三局也是一樣的 不打三局也一樣 嗯 然後呢他呢就是說 嗯 在前面能頂住那個對方 然後呢到了後面的話就會越打越好打 以前呢都是挑邊做 我們就首先是超發球 拿發球啊對 因為拉斯姆森在去年的日本超級連賽 以及今年的全英賽呢 都給中國的女單構成了很大的威脅 特別是奧運會之前 一直都認為他是奪冠的一個大熱門 謝金黃正手掉直線 拉斯姆森勾對腳 就是感覺這個謝金黃跑這個對腳 我也要跑得很辛苦 對 所以說實際上他這個線路上要變一變啊 先打對腳 然後就可以跟進上了 對 讓拉斯姆森去跑對腳 然後他跟上去 因為 嗯 第一局我們還是看到謝金黃是 常常速度比較快 控球啊 各方面都占很大的優勢 但是到了第二局以後 多拍以後呢 就明顯看到了謝金黃的跑動 出現漏洞 所以是上反射往前 好 所以呢就是說在這個體力方面 也是看著謝金黃還是恢復到 還不是到他自己最好的時候 只是在恢復比原先好多了 好球 新加圖底線 再放網 在後場的一個吊球 如果從這一場球的體能上來看 好像應該是比在蘇州的全國錦標賽上要好多了 對 但是林丹到現在還沒有正式參加比賽 要等到11月18號才參加中國公開賽 才正式亮相 謝金黃也是沒有參加澳門 沒有參加丹麥 沒有參加日本 到現在才第一次的正式的亮相 在反攻超級聯賽上 好 那是五分這個反手勾對角自己的失誤 球路意識還是很對的 但是技術動作沒控制沒掌握好 哎呀吃了假動作了 謝金黃他也要抓他這個對角 說不說這個比賽場上兩個人除了打技術之外 這樣贊助意識還是非常重要的 哎呀街外呀 這個動作是一方沒轉身 所以對他腰部也造成很大的就是那種負擔 所以呢我們要去運動員這最好能 要女隊員最好能側身吧 好球這個一個對角 就是如果你很別扭的情況下 完成這麼高難度的動作的這個準確性就很差了 有時候有時候就是謝金黃他人比較高 所以移動上來一定要比那些矮的要慢 那是姆森一上來就搶 應該是界外出了 在那邊呢就比較容易出界 那是很快雙方就要交換場地了 所以要在那邊的話就是順風嘛 就應該就往下壓多點攻多點 哎呦 那是不是一個漂亮的正手的要求 先壓住了謝金方的後場 然後等謝金方來不及了 你看沒有這種蹬的能力了 哎呀反手勾對角又是出現了失誤 所以要減少失誤要頂住 要頂住 同學高的也是也是很嚴重啊 因為這個球打得比較困難 出 出 好球 好球 好漂亮 不是那麼有力 女端主教練唐玄華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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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哐 这场旅断之后是丹麦的两员自己的队内相争 盖德对乔纳森 谢新芳跟拉斯姆森在这个队拉过程里面要先下手 如果让拉斯姆森先下手的话 谢新芳接起来也很困难 可以通过往前球来发出抢攻 因为发了高球以后 拉斯姆森第一板的进攻还是比较凶的 威胁比较大 然后造成自己 漂亮 有 打不死 好球 对角 防住了 要盯住 谢新芳是防住 但是拉斯姆森这个球是没有过 哇 碰了一下 对角 这一球双方的拉的距离都很大 都是前后的 以前的外国选手像欧洲选手的步伐比较差 然后呢就是经常是假动作或者是停登动作 他们都起动比较吃力 现在他们也注重着步伐训练 所以在跑动中进步很多 因为这个很多中国的教练呢也是在到了外国去啊 执教 所以中国的一些训练呢 特别是在步伐上训练 对他们的提高是很大的 还有现在科技也发展了 基本上每场球都有物像啊 不像以前没有这个摄像设备 只能够凭着教练在场外的拿一些技术分析 那么现在呢都是可以翻来翻去看录像 看看对方的优缺点 现在就说 我们国内的现在少年队也好 青年队也好 对这个步伐的训练也 放在比较重的位置上 然后它不是规范的这么一个步伐训练 而是有些是要大面积的 比较产力还要大的面积去固承训练 这些方明显的加快了竞争 从领先两分到现在领先五分 看看学习方能不能咬住牙 主要是现在疲劳点过去了之后呢 首先要把自己的速度再加起来 因为的确它现在换到是不太有利的 一个位置 反而现在拉斯姆森 那个处在逆方就老打出去 我们现一方在这个第三局场上 也是比较积极 然后呢挺让速度 一直在保持在 就是说比较快的一种速度上 虽然有时候它比较被动啊 但是它能够顶 对 它一直在顶 这个球鞋了 这个他已经习惯球路 这个习惯球路他已经抓住它了 所以呢这个球鞋就它要是 能坚持在打这个直线 就有漏洞了 好 merchandise 然后 получается 是 爹 就 MAT Summer 住在这个球 1965 吕 打到现在18比12 慢慢地在决胜局里面拉开了比分 哇 这一甲动作 好像要放网 突然在碰球的时候打后逃分 这个正手指对脚是有点变化 对 然后呢 有时候我觉得新西方这个发球也是有点高 好球 哎呀 急了 这个动作上慢了一点 所以他自己都想把对手指对手 实际上是刚才那球一样 哪怕就算回球速度慢一点 我跑半步之后 一个正手抽底线 抽直线也好 抽放网也好 然后他有点想跳起来发力 刚刚我们新西方在揭发转球的时候 也是推球也推对角推得非常到位 实际上拉斯姆森两个底线如果球过了他人以后 他也是比较被带的 哎呦 发后場球都不接又造成自己的防守 还不如发半球角 成场都为拉斯姆森在加油了 又有一个夹动作 看看阿芳怎么顶了 姐妹呀 16比19 你看这样的情况下 没什么把握 还在去反这个分 那是女生从11比17的落后 最长现在16比19了 这还是带来很大的悬念 尽管是有三分的领先 但是直接得分这种赛制 柳然性很大 加上一些特殊竞争 点外 到了比赛的赛点 拿着四个赛点 看大方怎么顶 发小球好了 发小球 反手勾对脚 乐王 21比16 好 中国先行方 2比1 在相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战胜了拉斯姆森 进入到决赛 那么的确不容易 因为是奥运会之后的 第一次亮相 先是战胜了王晨 又战胜了皮鸿燕 现在又战胜了拉斯姆森 进入到决赛 希望学习方明天就跟自己的队友会合了 这块金牌已经 提前进入到中博多的囊中了 今天这场球也是打得非常好 在困难的时候能顶下来 就是在奥运会以后 可能这场球上是消耗最大的 的确也给大家的自信心 也带来了很大的增强 好了 我们又先去入广告 广告之后呢 还是继续为大家现场直播 男子单打的 丹麦的两个盖德对乔纳森的比赛 打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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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